因此在名言上否定有自相的这一派中观师将烦恼分成两种 一个是初分的烦恼 一个是细微的烦恼 所以我们可以看约称菩萨在四百论的解释里面 有说到了初分烦恼是依赖的真实执着而产生 可是细微的烦恼是与真实执着相应而有的 所以你在执着愿意尽自信有当下 本身就有一个很细微的瘫在里面 这个就是细微的瘫细微的烦恼 所以名言上否定有自相的中观师将烦恼分成两种 一种是强烈一个是细微 那强烈是由真实执着而产生 细微是与真实执着相应 无论是哪一种的烦恼我们要怎么样去断除呢 所以四百论又接着说到了 若见缘其理 于此则不生